大家好 今天來介紹一下最便宜的美智鞋 M995GR 那這雙鞋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穿 它一直放在家裡面 然後就是剛好過年回來 所以才再把它拿出來 那想說之前沒介紹過 就在頻道上面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現在看它的外型 它其實跟GG6蠻像的 那就是整個就是很修長的感覺 那邊邊這邊就是它的這個 兩個接縫的這個角 跟9900574有點類似 但是好像又不全然一樣 那它N是超大N的設計 那連外面這一圈 也都感覺比較厚一點 然後兩邊各有五個透氣孔 然後斜舌部分 它的NB LOGO是很傳統 14根寫線 14根線的NB LOGO 然後這邊有寫的995 那內底的話 它也是跟早期天山一樣 就是有一個這個 使用說明的內底 然後背後是 NB LOGO是NB LOGO的印製 那要特別說的是 它這個穩定片部分上面是有NB LOGO 然後它穩定片其實是比較長一點點 就是跟995比起來更長一點點 因為一般996跟 就是後面這邊會整個卸上來 那就是 996的文靈片比較短一點點 995看起來比較 呃 長一點點 所以就跟整個可以把腳拖住 然後它的 中底是 NCAP的設計 然後大底是 VBRN VBRN的大底 誒 對不起,真麻煩 VBRN大底 那 其實就是它 呃 就是用了 呃 美製的材料 然後去 做這雙鞋 那 比較 呃 就是 裡面這一圈 它是 比較像是 雅緻材料的感覺 或是說像 傳統的前扇一樣 就是比較塑膠布的感覺 那 包含這個卸色的地方 這邊 縫線也是一樣 那 然後鞋帶也是用比較粗的鞋帶 那它會是比較便宜 我覺得應該也是跟 材料有怪 因為它就是 下半部這邊都是標準美質的材料 然後 上半部這邊 感覺就是比較 牙齒材料的感覺 然後 它的雞皮是 大家可以看出來 近看 可以看出來它是比較 纖維是比較長一點點 那 穿起來腳感呢 就是 跟996 類似 但是 就是因為材質的關係 所以比較塑膠感一點 那 995的售價 大概是在 我的購入價格是 3500台幣 那 換算成 美金的話可能就是 100 1到120美金左右 有 那我是從 代購購入 那 可以 這個就 提供給大家參考 另外就是 穩定片 它是 怎麼分別 995跟956不同 就是它穩定片是 像 今年 2021年的 9901一樣 是白色的 不是 滷白色 它是白色的 那 996是滷白色的 那 它也是 996這邊有個 寫上來的 設計 所以說你在外面看到 如果有人穿這樣 寫型 然後 呃 跟996 很像 不過其實還是可以 分別的出來 那 以上就是今天 995的 介紹 那 希望大家 喜歡這影片 然後 有 有需要 呃 也 歡迎大家訂閱這個頻道 之後 會再有 又會很新鮮的介紹 OK 謝謝收看 掰掰